嗨 baby们 我是你们的娃妹小甜 本来我是打算写粉红女郎的 结果救命啊 周末看了大宋公子实在是太烂了 这部是由李绍红指导 讲的是大宋著名女政治家刘娥的一生 我看了只能说 我大受震撼 如果不是害怕被吐槽 没看完尬黑 其实她有很多亮点的blah blah blah 我不得不追凭 确认她真的没有什么亮点了 才吐槽 不然我真的想要立刻退出 男男相信这是拍出过大名公子的李绍红拍的 当然如果是拍出西红龙目的李绍红 可以理解 故事发生在宋朝时期 皇帝有三个皇子 老大老二生气的表示 父王自幼宠爱三弟 这句话奠定了整部剧的文化水平 老三也就是男主出去打仗 结果突然地震 皇宫这边 也不知道为什么单单她的是皇上住的秦宫 这个奠定了整部剧之后不太靠谱的情节 男主老婆在地震中生出了孩子 听到男主掉下上衙的噩耗 老婆正伤心了 这个时候男主没死的消息传来 老婆欢欢喜喜地抱着孩子 跑来迎接男主 结果男主抱着一个陌生的女人 也就是我们的女主 他直接无视他的老婆 开开心心地抱着女主 扬长而去 救命啊 他也不先关心一下 他那个生了孩子的老婆 而是先安顿他从外面带过来的女人 这个片段让我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借见了穷瑶奶奶的 新月格格 就是那句著名的 我不是来破坏这个家的 我是来加入这个家的 好久没有见到这种一上来 就挑战观众三观的男女主了 观众还没有喜欢上他们 就直接讨厌他们了 然后来了段回忆杀 原来是女主救了最下山崖的男主 女主照顾男主 唱了一首歌 他爱上了他 女主说自己婆婆死了 孩子没了 没有家人了 他爱上了他 所以男主就把女主带回府里 就要娶她 是的你没有看错 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订婚伙食之间 他爱上了他 别人用时机拍的东西 他用了不到一集的时间 此刻我原谅了燕云台和赡羊父 别人是注水的猪肉 而你是快进的PPT呀 女主角没有让我们失望 依旧是我们熟悉的一朵缓缓盛开的百里花 上一秒 早知道他是王爷 我就不跟他在一起了 哎呀我只想要做一对平凡的夫妻 男主老婆给他钱让他离开男主 他毅然决然 我不要甜 下一秒他和男主开开心心的缠绵 在了一起 哇感情你要的是男主啊 距离还给男主操好男人的人设 说他重情重义 放他的屁 一边嘴上说 夫人你生孩子辛苦了 夫人凑过来要温存 他或速避开 他后面会有更渣的行为 暂且按下步表 首先我们的大女主剧 怎么可以缺少弱智的全貌戏呢 男主老婆和女主一起进宫 孩子见到老皇帝哭闹不停 亲马抱奶娘抱都没有用 但这个时候女主唱了一首歌 孩子就安静如鸡 玛丽苏女主既能get 老皇帝就同意女主进府 但是在这之前 要他们抱着大孙子与民起伏 之后男主才可以娶女主 我也是疑惑 你们一个两个怎么放心 把刚出生的皇孙 接触陌生的人群 都不怕遇到刺客吗 果不起来就来了刺客 王妃中了一箭 他就把孩子递给了女主大喊快跑 旁边那么多丫鬟还有奶妈 你就要把孩子递给了 和你最最最最不熟的女主角 果然我们无脑的女主 不玩比较安全的还往皇宫里跑 反而往皇宫外跑 果然他出来乍到 果然他就迷路了 果然他蠢爆了 还抓住了一个路人问路 果然孩子就被捅了 女主就被当做新人抓了起来 男主为女主求情 皇帝骂儿子不过失去孩子的老婆 这个时候男主大喊 虽然我的老婆没有了孩子 但是他还有家人 而女主只有我了呀 此刻不得不联想到 没错 你失去了一条腿 可他也失去了半条命 跟他的爱情 Oh no 儿子死了 他好像一点也不伤心 看下乐视怎么救女主 受了伤没了孩子的老婆 为了讨男主欢心 一边跑来跟皇帝囚禁 一边还不得不安慰他 我爸已经想办法怎么救女主了 一边难过 说着握住了男主的手 男主 Oh 谢谢 然后他就把老婆的手推开了 你还是个人吗 你个死渣男 这才是第一集的内容 操电就已经这么多了 而我已经这么暴躁了 你要说他比上阳富好的一点就是 没有故意强调男女主的年龄 所以我们可以假装 不知道刘儿赵恒这个时候应该是十五六七岁 但是剧本还是暴露了 四十一岁的刘涛和三十九岁的祝宇明 表现出门懂单纯的时候 还是十分违和 况且男女主的人设非常的单薄 女主角就是亮茶的玛丽苏 毫无特别 她最大的卖点就是善良和贤惠 看到男主人打老婆 我打 我善良 看到男主人打小孩 我骂 我善良 老皇帝不肯男主娶我 我为了男主又离开 都是我拖累了你 我要离开你 我这样才能保护你 我贤惠 结果发现自己怀孕了 打算自己生小孩子 我贤惠 我为了江山设计 要把儿子送去当质子 结果儿子死了 我无怨无悔 就差把一个贤妻刻在脑门上了 救命啊 刘儿如果是这样的小白花 在历史上早狗带恩回了 刘儿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大女主剧 从小就是个孤女 长大之后成了歌姬 嫁给了一个影将 丈夫没有什么钱就把她给卖了 还是皇子时机的赵恒看上了她 老皇帝知道之后 她就被赶了出去 但是赵恒对她念念不忘 偷偷养在外室 这么一个身世凄苦的女子 怎么可能是一朵 什么都不懂的小白花呢 后期的刘儿更加带赶 入宫之后 她和杨树辈一身情同姐妹 两人相互扶持 在后宫之中共同进退 她没有生儿子 就能坐稳皇后太后的位置 垂帘听证十年 说明她是有政治能力的 她对权力是有欲望的 一直坚持穿帝王服饰 应该是动过做皇帝的想法 最后作罢了 就相当于没有称帝的武则天了 清明月的刘儿就塑造的挺好 她有野心有欲望 不加掩饰 从一个歌姬变成了太后 这么一个现实 还有爽感的大女主 放在你的面前 那么又到了我们永恒的问题了 野心的女政治家 作为女主角的时候 为什么要刻画成傻白甜呢 这不又把刘儿又塑造成了那种 啊我们有野心 我都是被迫接受这庞大的权力 啊预告片里又又印证了 老了的她 想起了皇帝和早死的儿子 我为了爱情 为了男人才来治国的 让我一秒回到了 五大头传奇 我也一定会为你 把这片江山守下去 这部的武则天被描述成了 坏事都是别人干 我是单纯美好善良 最后被迫登上了皇位 我为了爱情才掌握权力 直到最后一个 还在算计 在地方 这样的我 哪知道你如此情形相复呢 是的 她觉得算计的自己脏了 大宋公辞的问题和七年前的五妹娘传奇 一模一样都是过时的打女主剧 男人可以建功立业 而女人有了野心和欲望 就不单纯了 同时 大宋公辞也犯了和景星似玉一样的问题 为了抓住更多的遥控器 把刘儿和皇帝的故事强行填醋 现在很多主创团队有一个偏见 觉得没有爱情 特别是没有专一的爱情 女性观众看不下去 所以就把现代的爱情价值观 强行嫁接到古代 太假了 特别是你要走证据向 现代一夫一妻 都不一定一生一世一双人 何况是古代呢 何况是一个红颜呢 何况是一个皇帝呢 这样容易搞得四不像 你要不直接搞成不过脑的甜宠 要搞证据的话 起码要符合逻辑啊 大宋公辞为了让男主对女主转移 为了保持男主所谓的纯洁 男主遇到女主之后 就一心一意不和其他女人多爱哦 突然对之前的解法妻子冷漠 不给人家好脸色 为了女主有一个废子 她十年都没有宠幸 因为和女主吵架了 她才和人家度爱 《周皇传》演习攻略 也没有专一的爱情 想要这两部口碑收拾都不差 因为他们聚焦在宫斗 而不是甜宠 两位皇帝是立体的 人有多面心 让观众又爱又恨 女主角们也清醒地意识到 皇帝的宠爱 不过是一时的 最气的是这部剧的名字 还叫大宋公子 大明公子是因为唐朝有个大明公 这部改了个宋字 就显得挺没文化的 就硬蹭要蹭也可以 起码要有大明公子的高口碑啊 完全没有 大明公子有着超前的女性意识 用太平公主的视角 用女性的视角看一个王朝的更迭 武则天看太平爱上了一个男丑 于是还让太平躲在暗处 看丑态百出 劝复尸的张一芝 再次教育了太平 武则天打算称帝 面对太平的责难 所有的人都反对女人做皇帝 武则天大声反驳 皇位是什么 只不过是治国者的资格 现在我要用我的能力 赋予女人这样的资格 女人不能称帝 只不过是一个过时而不合理的传统 大明公子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 有野心有能力的武则天 可惜了 大宋公子刘娥 本来也是可以有更多发掘的点 李绍红从大明公子倒退 到了大宋公子 没有了过去浪漫的情怀 是电视剧女性意识的倒退 也暴露了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大女主都是外表 大女主内心玛丽苏 什么时候影视剧里的女政治家们 可以摆脱一定要傻白甜 一定要谈恋爱的魔咒呢 好了今天娃妹就讲到这里 你对大宋公子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娃娃娃妹 娃妹在这里 跟妞 我看你会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你会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观看